在11月5日的田草赛 有哪些马是特别值得你留意? 在讲这些马之前 提一提你 如果你没看我们上一条片的话 即是关于11月1日的赛事 那就建议你看回了 为什么?因为里面有教你 最短途以1000米减码的 最新步骤 为什么你要知道? 因为在11月5日 也有田草最短途的 1000米赛事 如果你看回上一条片 里面所教你的减码步骤 在未来的11月5日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OK? 如果你没看的 就记住 看回了 好了,讲回11月5日的赛事 这一天 我们讲的赛事 会在第10场 三班田草 14米的 里面 由于这场是14米 再加上我们的频道 就不是提供提示的地方 我们是 教你怎样 好像职业团队那样 有效的 用一个 系统性的步骤 去选码的知识 所以在讲 11月5日 14米 这几百码之前 就有必要 教你 到底在14米 选码 是你需要做些什么的步骤 OK? 那我们就用 近几次的 田草 14米 赛事 来做一个 例子 那我们首先讲 10月15日的田草赛 第九场 这场的赛事 就是一场 三班 14米的赛事 那14米 它就刚刚在 12米和16米的 中间 12米 是讲求什么? 其实是讲求速度 就是 其实那个时间指数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说 如果有些码 可以在前面走 甚至放头的 时间指数是非常正的 这些码值得留意啦 因为是 短途 是讲一个速度的 那16米是讲求什么呢? 16米就是讲求 没断的加速能力 因为这些码是早段 就不会抢的 换言之 16米就是讲求 没断的加速指数 是不是? 好了 14米 14米 刚刚在中间 换言之 14米 既讲求 速度 即是时间指数 放头码 也都讲求 没断的 加速能力 OK 因此 在14米 第一个步骤 就要看 近三仗的 放头码 哪些放头码 值得留意 如果这些放头码 在同程 就是这个位 近三仗 是展现过 正的时间指数的话 这些码就要留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放头码 如果在同程 放头 其实它是可以凭着一个 正的时间指数 换言之 教其他码 不教街的本身时间 而走进来 这个第一步 要留意的码 就是这个位 而看的就是同程的 正时间指数 另外 就是讲求 没断的加速能力 就是排内档 其次是中档 就是一字八档 同程实力码的 正 没断指数 这些码具备 加速能力 以及排在有利的档 当然了 有些码是排在 刚刚是 偏外少少 例如第九、第十档 的码 如果这些码是 侧身的 本身 是很强的 纯径的 而且 前提就是 没有其他排中内档的码 那一类码 也值得留意 OK 那我们就 逐步来看了 第一步 看这个位 是 放头的实力码 你看到有一批红网 对不对 它这个放头是1200 那我们看红网这批 可以放头的码 在1400米 有没有跑过了 它有跑过 那它做到什么呢 这批码是可以做到一个正指数 对不对 就是说这批码可以放头 又在 时间之后做了一个正指数 加上它其实又不断的 虽然是四班 但是这次三班就没有轻房了 换言之 这批码是可以 凭着这场赛事 放头码 不多 它在前面走 可以凭着一个 交街的 本质时间 时间指数 就进来 所以看到这批码 这个就是时间指数 你就要做一个红色 代表 那当然啦 如果你不记得 你就在这里做个红色 给自己看 对不对 好了 放头码没有了 那我们再看 排中内荡 同情的实力码 本来是希特加速的 那我们从上将开始看 那你看到一批就是 希特加速的神虎 龙驱了 对不对 那这批码正正在 这一天的赛事 我们推介为一个 真正的同情实力码 是它用来做 胆的码 那 同样地也有一个 这条线 好了 再看下去 就没有了 非常容易看 你看看勾断指数 在中档就没有了 对不对 然后 整个同情实力码 排中内荡 已经是没有 希特加速的 勾断码了 因为这个 剩下的都是同一批码 好了 下一步再看下面 的他城实力码 第一件事 必须要看田草 1200米 质身的码 为什么 因为这些 田草1200米 不断懂得加速的 质身码 它是 经过1200 跳上来 原来可能 1400更加适合的 那么 那个前提 就是这批码 刚刚起步没多久 是质身的码 其实你 也很容易 看得到 它的码力 到时你 可以查一下 也是排中内荡 在田草1200米 布林希特加速 你看到有两批 排中荡 和排四荡 欢乐智宝 和 理智 我拼了 是不是 接着就 没有了 这个希特加速 同一批码 下面 也没有了 果然在这场赛事 有四匹的码匹 是非常之适合 1400米 这个特征的 即是 放头的码 具备时间指数 排在中内荡的码 具备 不断的加速能力 具备同程 具备上来 1200米 如果你用红色码来代表的话 你看到的 这个码号就是 是不是 2 13 46 这场已经有四匹了 即是说 其实这场赛事 如果你是找最短的脚的话 这四匹码是属于最短的 再加上你有胆的 属于这场的码 你是可以考虑 用这一匹 2拖 46 13 那这样的胆我们也有了 是不是 46 13 也有了 这个是最短的 1拖3 当然啦 这些码 是具备较高机会撒进来的 但是 是不会实中 换言之 你下不下 是必须要根据这些码匹 有没有分头来做一个 决定 两种方法 如果你买过关的话 你就可以看回 加野的倍率 是不是 因为你过关可能早点买 那你就看不到临墙 那如果你看这些码 有没有冷码 是有的 哪些是冷 红旺已经很冷了 三十几倍 是不是你知我拼 也是 一匹十几倍的冷码 会员知 这个短的 是一拖3 其实是属于直博的组合 因为里面有 冷码 结果 这场的赛事 你看他开的赛果就是 神苦龙举跑第1 正正这匹冷码是跑第2 那欢乐至宝就跑第3 那就是说你一拖3的组合 其实你是中 三门载 还有单T的 那这条Q是派302 三门载是派1400 单T是派203 这个就是 这一天第9场的千4 同样地在这一天 还有一场千4就是第 第4场 那我们用同样的手法 来做一次 第4场 四班千4米的动作 OK 因为这场的赛事 跟刚才那些 有少少分别 所以你必须做一个 额外的步骤 那我们刚才 先讲放头马 那放头的同情势力马 有星河小指 它是可以具备 做到一个时间证的指数 是不是 那就是说在这场的赛事 这些星河小指是要 接着说在中内档 获断与瑟加速的同情势力马 � Krie合 好了 那我们先看田祖 120 质心马在中内档 释迦钞的 那有一批 烈火尽马 是吗? 因为三岁 质心马 好了 另外有一批 偏偏军指 虽然它在排4档释加速 但是你可以看见它的马 regel是6岁 所以你有需要去看看这批的偏偏军指 到底是一匹什么的马匹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 质身马,是吧? 如果它是一匹同程的实力马 评分跑了下来有着数的 而且没断斯特加速的 当然这些是要的 但如果它不是的话 你就可以不需要 偏偏均指前季四班 五十几分和现在 那个分数不是差太远 它是可以进Q的 一个第二,一个第四 但如果你看它的跑法 它全部是不具备加速能力的 是吧? 在一场58.4 正常的步数里面 它跑第二弹 它不是加速力强的同程实力马 如果它放头的话 在那时候放头的话 它是用一个慢步出去放头 每天都会断的 换言之这场的牵边君子 就不属于一匹赏金 填草1200米 值得留意的马匹 那说过了 没有了 现在只有两匹而已 对不对? 由于少的话 第九、第十档的质心码要留意了 就有一匹果然僥倖 它是第十档 但它是少了充的 是一匹质心码由 1200米上1400米 它是会赢正指数 在前仗也都是填到1200米 也是后上的正指数 如果你看这匹果然僥倖 是跑了五匹的质心码 反正这些码由于这里是没有其他码 所以就必须要要的了 反正你这场的赛事 是有三匹的码匹 记住如果你是买过关的话 这些最短棍可以这样买 但是最好就找第四匹出来 如果好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你三匹始终 它的码匹是四匹 可能有其他码匹会撒进来的 如果你做完这个动作在这里 选码是少于四匹的话 我们当然建议你做另一个额外的步骤 就是什么呢? 就说过了 就去指数码那里 对不对? 上三匹 然后就在每段指数 选择正的出来 然后首先我们看同情 同情 聂火进马 升何小子 已经有了 这个长长城排外档 是不利的 就是在这个步骤 同情细码没有了 那你要看一看 提议这些路程的码匹 哪些就是近程的 我们都选择出来 就不要1400 1000米都不要 因为它不是近程 1200 1600的就要了 选择出来 你会看到 你要把目标放在哪里 就放在中内档的 其实你看看 只有这几匹而已 1,2,4,5档 聂火进马又了 偏偏均之外 我们就不要了 剩下上市魅力 他跑了第七 还有一个就是 风继续吹 他跑了第六 但是风继续吹 他这个1200米的加速能力 是来自三班 他上级也是1400岁的马匹 今次才转五 那就是说这一匹 由三班走下来的马匹 是较四班这一匹 上线魅力较为可取 你可以这样看的 我们首先看上线魅力 它是一匹四班的马匹 对不对 那就是还没有 基本上 最后跑第六 之后再跑1200 也是表现一半了 那这些马要来一个大变身 但是我们就不知道 它有没有能力 但是如果你看这一匹的风继续吹 它就不同了 它是具备能力的 具备什么能力呢? 它是具备上级在谷数1200米 赢两个身位以上的 上到三班1200米 也跑得近输颈位 而且这一匹马不是跑前速的 不是跑本身时间 它是跑末段的 看到吗? 它全部是懂得加速的 再加上它上仗 这一匹第一仗在四班第一次跑 又是跑第六 是有一个1.09的 很强的活动加速能力 所以在这场的赛事 在内档的风继续吹 就属于一匹较为可取的马匹 这匹马 我们自己本身 在这一天都选不了 为什么我们后来知道呢? 因为当你有了职业牌的计算表的时候 你是可以一直设计 你自己的减码步骤 不单止这样 你是可以看之前的赛事 而更加更新你的减码步骤 而留给下一次运用的 所以这场的赛事 这一匹的风继续吹 其实就是第四匹马 不然这一场有星河小指 即是9、5、6 这一匹的星河小指就是2号 即是这场赛事是29、56 对不对? 如果你看到的赛率 价格是2、5、6、9 3匹都近10倍 其实也是属于一场很分的场合 这一场当然是很简单的场合 即是说如果你这场赛事 做一个户村来买Kill的话 你看到吗? 就果然骁下和风继续吹 正正串Kill 这条Kill是606元的 星河小指和翩翩君子 大家都是输半个星位 拍照跑第四而已 差点中了三梦在 无论如何这两场赛事 其实你用的手法 都非常接近的减码步骤 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两场赛事 来一个一拖三买Kill 这个就四匹户村买Kill的话 那这场是606元 第九场是300元 那就是说你这场赛事 一拖三、六住 成本买10元二穿一 都是180元而已 你是收16000至17000 如果你是买Kill过关 那这就是在田草1400米 减码的步骤了 好了 我们再看一个实例 就是10月22日的两场 1400米 首先看第八场 做相同的动作 放头码 就是第一步看这个位置 放头码 看到是正指数的 是不是 就是大红袍 这里 你可以把它用红色字来 方便你自己看 第二 每段加速的 中内档的 那如果你看下去 你就看到有两批 一个是威智星 一批就是潮州精神 那潮州精神 是在上的质身马 三岁的上轨 那就是说 他跑第四 虽然加速排五档 输半个身位 这些是必要的 那这批的威智星 你就要看了 看什么呢 因为他的马铃是七岁 你知道七岁的马 基本上是没有进步 是不是 那这类马 除非他是同程的实力马 评分跌落有利的水平 那这些马 才值得放到组合里面 那你要看他到底 是不是属于这类的马 那非常之容易 所有马那里 选威智星出来 那你就要看他1400米的表现了 那你一看就知道了 其实他的平分 跟现在前季五岁的时候 跟现在都是差不多 都是三班轻绑 但是他跑了这么多次 只不过是跑了两次的第三名 是不是都是 跟现在的平分差不多 那就是说 现在已经七岁了 这批马不是一批进步的质身马 所以他这次即使排中档 即使上涨会加速 那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想象他的朋友 你的内档跑第三 但是被人弹脱两个身位以上的了 那这些马 你是可以不需要放进组合里面的 除非你做了所有的步骤 是什么马都没有 那就另轮了 那就是有两批是吧 大红袍 超早正常在同城实力码 那我们看他程的实力码 他程的实力码 这个就不是的 他程的实力码 田草1200米側身的金枪没有事 他这次排外档是不利的 那就是说 现在是没有田草1200米側身 正在排中内档式加速的马 换言之这场赛事又只有两匹马 那下一步就要做一个额外的动作了 是一样的 是什么呢 就选上三丈所有的马出来 然后在某段指数 将所有正的某段指数全部剔出来 那就是说这些全部都是某段式加速的马匹 那就选中内档某段式加速的 首选当然要看同城了 那你就看到了 这些马不是四名之内的 但是你会看到超级龙珠会得加速的 还有一匹就是怡春火力也是会得加速的 那这两匹 如果你去实力码那里看 那其实这两匹都是出现在上季至今 会得赢同城的马匹名单里面 超级龙珠会赢 我们会得加速 怡春火力会赢 我们会得加速 那这些马 这次由于同城的 对手和他城是很少的 所以这类马就要坚固了 那就是说超级龙珠和怡春火力 就是另外值得选择的马匹 因为它是排中内档某段式加速的 而且它也展现在三仗前 即是上去至今 前两名的同城实力马里面 那当然这笔怡春火力上去还是四岁的 根据你所选择出来的四匹马 变成是9号 2号 3号 2359 对不对 2359 如果你看到价值的倍率 2359 也都是 里面有一半都是有分头的马匹 如果这场赛事 你拿着这四匹马区村的话 你会看到所开出的赛果 就正正是大红袍放头放回来 而春火力 跑第二 潮州精神 则真马跑第三 那就是说 区村4匹 QT就中了 而这条Q是派302元 三红彩是派4200多的 而这条单T是派920元 这些减码步骤 其实就是跟刚才教你的 差不多了 对不对 这是第八场 第十场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看 1400米 首先看同程的势力马 旺旺城区就不在同程马里面 这个很黏的 我们看不到 它的时间指数 所以在这场的马里面 放头马我们看不到 下一个步骤就是看同程的势力马 会加速的 排在中内档的 一看就知道只有两匹 就是美好世界 会赢的 正的 你可以用红色字代表 另外一匹就是上句 曾有 会加速排在内档 跑第四 输很少的 换言之 同程的势力马 只有两匹 好了 我们再看 1200米的质身马 排在中内档的 你会看到这场赛事 敏捷神区 所以 側身马 会断斯特加速 排九档 而且是 TOP的奇史奇 说过了 这些马少 这些九档 如果是側身的 就必须要兼顾 虽然他是五岁 但是如果你选择这一匹 敏捷神区出来 其实他跑了很少 跑了七仗都不够 而且是 已经是三班会赢的 是吧 这是二班填草千二米 憑着那个加速力 而跑第 他是可以厚赏的 而跑第 不输个人身位 就是他属于一匹 质身的田草 千二马 就是说这些马要兼顾 是吧 好了 接着还有别的 就没有了 但是你会看到 这场赛事 有少少 特别 有什么特别呢 另外有一匹质身马 旺旺神区 他也是四岁的 他在千二米里 他无端具备加速能力 但只不过他排十二档 是吧 如果这种跑法 他就属于不离了 但是 说过了 这里放头马 是有他的份的 也就是说 他这匹马 在上障下 是可以放头跑的 因为他很黏的 他的时间指数 就不可以作准 但无论如何 这匹马 是可以 不断懂得加速的 而在今次 他又可以放在前面走 换言之 他也是属于 摆在前面走 没断 才能加速的 側身马 因为他是放头的 也就是说 十二档 对他的影响 就不太大了 换言之 第四匹马 是可以 将这匹 旺旺神区 当作放头马 没断不断 来这样去对待 因为他是側身的 这场又有四匹 美好世界 增有 敏智神区 黄黄神区 是不是就是 四十一 九十 如果你看到 赔率的话 四十一九十 即是四九十十一 四 纳马 九 六倍 十纳马 十一 又是纳马 这场赛事 这四匹马的湖村 其实又是属于 直博的组合 结果这场赛事 开什么 就正正是 这四匹的 马匹 是村 Q T 四重彩 而这条 QR派 二百九十七 三重彩 是派一万 单铁派千八 四重彩 更加派 七万万 这些 就是用同样的手法 所选出的 四匹马 是吧 美好世界真有旺旺城区 和敏捷城区 都是用这个手法 选出的马匹 而这场赛事值不值得下注 是非常值得下注 因为是有价值的 假设这一天 你把这两场赛事来一个 二穿一 Q过关 买十元一注 六六三十六三八六 那你差不多是收九千多 但是如果你买单铁过关二穿一 其实四乘四都是八六元而已 你可以收十六万多的 因为这场赛事 单铁是千八 而另外那场赛事 那个单铁是九百多的 这些就几乎 两场过关 是找到巨额了 这些赛事在千四米 会不会再出现 我可以告诉你 经常都会出现 因为填草千四米 是一个编排最多的路程之一 所以当你掌握了 这个减压的步骤 和这个减压的秘诀 你就可以利用 正牌的计算表 在未来的 甚至之后的千四米 你可以用同样的手法 去找出这些目标码 都是那一句 因为这些目标码 是有较高的机会命中 但是不等于实中 所以你那个投注策略 就必须是要 选择有价值的 那场赛事的马匹 或者的组合 你拿着 这样做 你几百元拿着 是可以收过一万 甚至十万以上 是千四米 这种试试 经常都会发生的 好了 说回这次 十一月五日的赛事 就是第十场 三班田草 千四米 如果你用同样的步骤 同样的减码手法 你可以看看这场 到底哪些马区 是值得你留意的 记住 当你有职业排位计算表 之后 这个手法是属于 你自己的知识了 换言之 你以后是可以自己 用这些相同的步骤 去找出目标马的 OK 第十场 实力码 你会看到这场赛事 有两匹的同情 放头实力码 一匹就是黄脚立 已经是一个正的时间指数了 是不是? 即是来自上仗今季的 这一仗 另外那一匹 在四班 就是做不到这个标准了 即是说第一匹 值得留意的码就是黄脚立 这匹黄脚立 在这场赛事 是最值得留意的马匹 甚至是可以考虑做胆的 为什么? 如果你看到黄脚立 虽然他是5岁 你选他出来 其实他是在上的质身马 今季才是转5岁的 他是从1400开始跑 他其实还没脱过Q的 是越跑越厉害 那这匹黄脚是凭什么 在1400米跑呢? 其实他是凭前速 再加上具备极快的 极快的时间指数 即是本身时间 换言之 这匹黄脚在前面走 他是可以凭着非常强劲的时间指数 是很强劲的 很容易看的 如果你看到他的时间 1分21个 现在是今季好地跑出来的 那你如果跟同情的实力马比 你是看不到有一部分 是比他快的 对不对? 换言之他是可以凭着 这个能力是这场赛事 而跑进来的 再加上他还在上的质身马 前仗在四班 弹掉三个新位 虽然这场是人半个新位 但是他这场所做的时间指数 即是0.59 亦是1分21个21 这个本身的时间 是比一班同情的标准时间 所以在这一天 9月24日的赛事 你是可以去职业数据附体 在同一天 他那个时间比当日的 级制赛事 所以这一批黄脚 是第一批值得你留意的马 对不对? 其实是这个位置 组红色方面 你自己看 也是可以考虑做胆的 方向马赶完了 接着就看 同情的实力马 排中内档的马匹 那我们就看了 没有 就有一批是排9档 是正0.9的 他正正是八九档 就是我们说过了 九十档 如果是质身的 强配的 你是要兼顾的了 那这批马一定要 虽然他是四班 他其实是一批质身马上的 坚又卫 是不是? 上次是什么重绑 反正不是太多的 在同情赢了两仗 在四班 今次升上来是什么轻榜 刘定奇排9档 他没断加速 属于这批的 兼有威 而也是属于一批 没断 具备加速能力的 同情实力马 第一批 值得你留意的马 就是 兼有威了 然后你再看下去 排中内档 同情实力马 识得加速的马匹 已经就没有了 换言之 在同情实力马里面 是这两批 是具备的 要是时间指数 要是没断指数 要是没断指数的 重情实力马 好了 那我们再看他程的 还有一批1200米的好拍档 排在中档 没断懂得加速的 说过了 由于他是六岁马 不是一批想选 还有有进步空间的马匹 就一定要查一下他 到底是一批什么马 如果他 在同情 是一批同情实力马 评分有利 那这些马就需要选了 那就是说 去所有马赛节那里 选这批的好拍档 那我们看他的同情 就选红色 你会看到 其实他是在同情 同班同情 是会赢的 就是上季在68分 是不是 跑第一 而且是凭着 没断的加速力 那就是说 这批马跑同情 懂得赢 同班同情懂得赢 是有没断加速能力的 那之后呢 他去到74分 都还是可以跑第三 是不是 也是凭着一个很强劲的 加速能力 放在前面走 而 输四分之三的新位置 他的评分是74分 那如果你看这批 好拍档 他现在的评分是71 那就是说 其实他这批马 虽然不是一批 上进和有进步的 质心马 但是无论而言 他是一批同情的实力马 而且评分其实是有少少微利了 那这场的赛事 由于同情实力马 只有两批 所以这批马是必须要坚固了 是不是 因为他今季 跑过一仗 是三班 田草1200米 可以当为热身赛牌 爱荡 每段是懂得加速 在快捕出里面 其实是不利的 好了 这批也要了 那就是说 这场赛事又有一批了 那这样就没有了 是不是 所以下一步 就一定要做一个压爱的动作了 那就是说 在无段指数那里 把正指数的码笔 都选择出来 第一件事就是看同情 那 就看中内档 那就是说 中内档在这几个位置 三五六档的 线路神话 一定美丽快路 那线路神话 如果你去看 线路神话是跑同情的 他看到他上三档 都是跑同情 那这一批 在四班是紧紧性的 上三班 他在前面 虽然三次都是 跑第三 但其实你看到 他不是具备 无段的加速能力的 就是说他不是一批 具备强劲的无段指数的 而虽然他上仗 这个是0.06的正指数 但是你看到 他也是跑第八 是不是输四个新位 排在中档 是一场 中等偏慢一点的 部署里面 也是跑第八 所以这一批马 在这一场 就不是属于一批 值得 考虑的 同情实力马 再加上 他在三班 上三仗同情 他是看不到他的 对不对 好了 另外还有一批 就是快路 则新马 释迦迦迦 跑第萨 输六个新位 如果你选快路出来 其实他从一批来说 在现阶段 在本港的赛事 属于一批 不明的物体 说过了 我们选马 是不能把目标 放在不明的物体里面的 因为这些资讯 掌握在幕后的手上 不是你和我的手上 所以这批马 跑出来不足够 但是我们不是抠这一批 还有一批 就是一定美丽 如果你选这批 一定美丽 他也是一批七岁 不会进步的马 但是如果你看他1400米的表现 你会看到前季 他是在二班进去 83分进去 七十七分是三班 同情 是弹脱两个新位以上的 而且目前懂得加速的 这是七十七分 接着前季尾 也是再次在二班 81分进去 冰颈位 是不是 也是懂得加速的 好了 接着上季了 他也在七十五分跑三班 跑第三名 是不是 这个评分是七十五 为什么这批马一定要兼顾呢 就是因为他现在的评分 是 六十三分 和他之前是有非常大的幅度 有整个班别的降幅了 那就是说这批马 现在 今季跑了三次 是不是 但是他已经展现了 每段式的加速的能力了 特别想象是0.500 那就是说 这批马一路跑 评分一路跌到非常有利的水平 你不知道哪一仗 他就来了 所以这批的同情实力马 而且评分非常有利的同情实力马 透过这个额外的动作 就看到非常清楚 这批的一定美丽 是属于一批 必选的那批 换言之 这场的赛事 如果是说最短的四批马 就是五六七十一 如果要值得做胆 是正在想的质疾马 就是这批的黄脚 换言之可以考虑 四批沪串或者一拖三 这个都是可以考虑的 投注组合 当然当你有脚的时候 你也可以将另外一个同情实力马 即使 特别是那些側身的 即使没断 即使加速排外档 也可以放下去 如果你是过两关的话 OK 所以透过相同的动作 你可以非常容易 而看得到这四批马 其实是非常有利的马批 当然 下不下就要等到有赔率 特别是赛日之前 或者赛日那一天 你买之前 看看这些马里面有没有冷组合 当有冷组合存在的时候 同时这场的赛事 就值得你去运用 OK 那当然了 这一天 也有其他不少的千四米赛事 你可以运用的 同时也有最短度 一千米的赛事 如果你有看我们上一条片 你也可以拿来运用的 至于你选择哪些场合过关 就必须要看里面那些马匹 具不具备冷维率 换言之 这些马匹具不具备 投注的价值 如何用几百元下注 最容易帮你赢过满? 其实你只需要做两个非常简单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就是打开你的职业排位架算表 专业版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就建议你 现在立即在这条片的下面 即是红色框 这个位置 要订阅请去以下 按进去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职业排位架算表 专业版了 第二个步骤 当你有了专业版之后 就打开职业排位架算表 以后每一天的赛事 当日哪些场次 是有真正实力马存在 其实你一看便知道 如果你用这些有真正实力马存在的主力长置的马匹 来买过关的话 其实你只需要几百元下注 便可享有非常多的赢过满的机会 例如 上季的季初 开罗日 9月11日 这一天 就有三场的赛事 是全有真正的实力马 第四场 第九场 第十场 而在职业排位架算表里面 我们会用红色字来代表这些长置 所以你只需要按进去 这些红色字的长置的实力马那里 你便知道这些是哪一类马了 例如这一天 就有三场 如果你用其中的第四场 第九场 买Q过关的话 10元一注 成本都是八二元而已 这两场都是重的 你可以获得派载是13600多的 有例如 如果你用这两场的 红色长置来买 单天过关的话 10元注是386 你可以收137000多的 当然 如果这一天 你用这三场 买3穿4Q过关的话 5元注的成本是683 可以收300万 因为三场都 已经过关了 买3元一注 都可以收180多的 又例如 上季 谷草的开乐日 9月14日 这一天 第二场 第四场 是红色的 就是说 这两场 是有真正的实力码存在的 如果你拿着这两场 买Q过关 成本是300元 是可以收14000多的 当然 如果你拿着这两场 买单贴过关 10元注的成本是400 是可以收85000多的 换言之 当你有了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之后 其实以后 每个赛日 你只需要用几百元注 是会有非常多的 赢过万的机会 这些全部都是用者 即是职业排位计算表的用者 用几百元注 是赢过万的实例 432元拿注 是收33万 560元拿注 是收10万 600多元拿注 是收76000 270元拿注 是收42000 270元拿注 是收42000 270元拿注 是收37000 270元拿注 是收37000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未有职业牌计算表 当然建议你 现在立即在这条影片的下方 按进去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职业牌计算表专业版了 记住当你有了职业牌计算表专业版之后 在未来的赛日 用几百元下注 而可以收购那位人士 分分钟就是你了 网站 你也必须要明显 你可不得了 你以为你了 和你的赛日 你赛意 也是 我答应你 你不得了 你识计算表